大家好,我是热豆 今天给你们介绍一部丧尸片 天赐之女 故事发生于未来的某一天 一个小女孩被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用枪指着 送到一个大房间 他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把小女孩绑着呢 原来士兵们把他们带到这里是来上课的 学习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 可明明学习这么正能量的东西 为什么要把孩子们给绑起来呢 原来这群孩子已经被病毒感染 他们袭击人类的本性还隐藏在体内 只有看到鲜活的肉体才会被激发出来 隔天小女孩就被带到基地另外一头的实验室 出来之后才看到 这基地外面被丧尸围的是水泄不通 就跟咱们春节买火车票一样 你们想象一下 来到实验室 白发博士就准备给小女孩开老壳 切个片什么的 她呢就是为了研究丧尸疫苗 可长期教小女孩的女老师 觉得白发博士这样太残忍了 执意阻止她这么做 毕竟跟小女孩相处久了 也有了感情 而且小女孩一点也不像外面那些丧尸 就在争执之时 外面的丧尸竟然穿过防御冲了进来 几个人都各自逃命了 小女孩一个人跑出来 疯狂的丧尸跟士兵混斗在一起 但丧尸实在是太多了 混乱中 女教师抱起小女孩就钻进了队长开来的装甲车逃走 小女孩刚刚吃了几口人肉 所以现在还不是很饿 但是队长他们也很害怕呀 只能给她一个面具戴着 再反绑着双手 但是这样还不够保险 接着所有人就坐在车里面 让小女孩坐在车顶 如此一来才安心上午 小女孩内心是毫无波动 甚至还有点想笑 至于吗 她只是个孩子啊 中途口渴打点水喝 结果一个猪队友紧张兮兮的吓开枪 把周围的丧尸给招了过来 不过好在猪队友接着就被咬了 结束了她坑人的一生 这就叫做身边一个猪队友 比十个敌人还可怕 现在他们一群人要去另外一个基地 但是车也坏了 只能不行 还得去搞点吃的 几个人涂上了特制的丧尸宝 SOD密就出发了 涂上这个丧尸宝 就会让丧尸觉得是自己人 也就不会攻击他们 但这街上的丧尸实在太多了 几个人还是被困到了一个废弃的医院 小女孩主动请 反正她体内也有病毒 不会引起外面那些不休蝙蝠的丧尸们的注意 没办法 总得试一试 小女孩出去之后 先是碰到一只猫 忍不住就给抓着吃了 吃饱喝足后 晒晒太阳又恢复了人性 找了这条狗 用狗把街上所有的丧尸给引开 这样队长那边才可以安全的离开 果然是好方法 很聪明 只不过那条狗有点悲剧 他招谁惹谁了 活下来就不容易 还碰到你们这些成年人 众人继续前进 沿途城市都是数年来没有人烟的状态 植物杂草都淹没的街道 此时白发博士发现这些丧尸体类的病毒 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就会长到一起变成植物 也就是说那个植物大战僵尸是不可能的 他们根本就是一伙 每走多远 一座巨大的病毒植物塔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上面还有些快要成熟的果实 似乎是等待着某一时刻 就会开花结果 此时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他们不杀了这些植物呢 好 待会儿再告诉你 不远处 又有一个军队废弃的移动实验室 似乎还能用 这下队长是看到希望了 赶紧联系另外一个基地 此时老黑是饿了 给大家出去找点食物吃 小女孩也走另一条路出去觅食 按照正常人的思维 找食物肯定是要找商店或者是餐厅的 但是这个老黑啊 他就喜欢在大马路上晃 你是在找路边小吃摊是怎么着 我看你硬堂发黑 你八成就是下一个要死的 小女孩那边也逮到一只鸟吃饱喝足 别问我它是怎么逮到鸟的 我也是很好奇 小女孩来到一个破旧的房子 发现这里有一群古怪的孩子 应该也是中了病毒的 而且从肢体语言上看 可能是发现了老黑 准备组团干个老黑 回房高地 小女孩赶紧跑回去告诉队长 敌人消失 另一边 老黑呢 这个人呢 他也是单纯 路上每隔几米就能捡到一个罐头 把它往某个地方引 只要稍微智商在线呢 都能猜得到 这么巧合 八成是个陷阱吧 果不其然 当队长几个人赶到的时候 老黑被这群小孩子给伏击吃掉了 面对虎视眈眈的丧尸熊孩子们 小女孩决定跟他们的老大单挑 像动物一样博取种族地位 因此救了队长和女老师 可回到车上才发现 白发博士放了乙迷 放倒了三个人 原来 他就是想要用小女孩完成疫苗 可女老师总是百般阻挡 只能出此下策了 可人算不如天算的 小女孩中丧尸病毒之后 其实是可以不用呼吸的 因为他体内的植物 可以自行进行光合作用 没办法 白发博士苦口婆心的教育 小女孩 救人类的希望就只有你了 好好地成为一个资本主义接班人 来来来 让我给你切成小片片 敲开你的小脑袋 乖 但是小女孩拒绝了 小女孩也意识到 它其实已经是另外一个种族了 区别于人类 也区别于外面那种 邋遢丧失的独立种族 说完就来到了之前那个丧尸植物塔 一把火点燃了一切 因为小女孩知道 这个板那样的果实 在经过高温后就会爆开花粉 然后经由空气传播 这么一来 地球上的所有人都会因此而受到感染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当初没有放火烧的原因 队长赶来的时候为时已晚 就在变异前 要求小女孩杀掉自己 因为他宁可死 也不愿意成为丧尸的一员 白发博士也由于出来追小女孩 而被那群丧尸熊孩子们给抓单吃掉了 只有女老师躲在实验车里 密闭的空间才躲过一截 第二天 女老师擦干眼泪 隔着玻璃门 给那群熊孩子 还有小女孩 继续科普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显然 女老师最后流下的眼泪 证明她还是有点后悔 当初一直保护小女孩的 这个电影的气氛和环境呢 很像一款游戏 我不说名字 你们想必有些人也猜到了 如果对漠视类型的电影很感兴趣 你还可以观看我之前讲过的人类之子 关于疾病战争席卷之后的世界 漠视电影 其实对现今社会是有很大的警示作用的 咱们真的不要等到那一步 才去挽救地球 有句话说的好 地球根本不需要我们挽救 我们救的只能是我们人类自己而已 快快订阅及关注噩头归来了 获取更多的电影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